今天晚上要用这个题目 主要做我的光 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圣经上的道理 我想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晚上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来到教会 可是呢 其实在外面 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人 还不认识主的人 其实他们都在想说 今天晚上要怎么过 要去哪里跨年 要迎接这个明天2022年的 这个第一道曙光 那其实呢 我自己在这个学生时代 也有跟着学章节 做过这个跨年啊 迎接曙光的事情 但是那时候啊 其实不懂为什么要跨年 为什么要迎接曙光 就只是人家说 那我们就跟着去 那在这个跨年之后呢 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那后来 当这样子的活动 越来越盛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很多人为什么要去追 这个第一道曙光呢 希望在新年的第一天 看到这个光 就是看到的这个光明希望 能够在新的一年 都有虚虚多多的好运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读的这个 马可福音第九章 主耶稣叹息说 哎 这不幸的世代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来说 这个世代其实是黑暗的世代 人人都在寻求光 那今年度 有一个这个年度的关键字 去年是这个疫情的疫 那今年度的据说 票选最高的这个关键字 叫做宅 就是住宅的宅 大家都在家里面 因为有疫情 所以哪里都不能去 那大家都在家里面 但很感谢主 真的是保守台湾 让我们的疫情 在最严重的时候 并没有持续了很久 所以我们宅在家的时间 也并没有很久 但是其实当我们被关起来 我们心里面一直在 会在想说 这个疫情到底什么时候过去 我们好想出去到外面 我们好想呼吸 新鲜的空气 我们想去走动 我们想要在这个日光之下 所以今天晚上呢 我想要用这个 弥加书里面的一段经文 我们来彼此学习互免 我们来看弥加书的第七章 我们请翻到弥加书第七章 翻到之后做一个记号 弥加书第七章 旧约圣经1092页 弥加书第七章 我们请先看第八节 第八节 我的仇敌啊 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做我的光 这就是今天晚上 我们要学习的题目 主要做我的光 那我们可以从弥加书里面来看 在当时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是在晚上 那我们这个黑暗 是因为这个大自然的 这个昼夜轮体的黑暗 可是对弥加先知来说 当时的黑暗是 众人都觉得 看起来是国家还蛮强盛的 那社会还蛮繁荣的 但是弥加先知 因着神的启示 他看到了黑暗 看到了许多的 这些黑暗里面的不公不义 所以在弥加书里面 这个先知他说 我虽坐在黑暗里 那弥加先知呢 他是在这个犹大国的 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加 这三个王的时代 他来做先知 他约坦跟西西加 我们都很熟悉 就是他们在当王的时期 就是信仰是有复兴的 那但是我们也看到 在这个宗教上的一些错误 其实就造成了 他们的这个信仰 以及道德的低落 但是如果讲到亚哈斯王的话 我们就会摇头了 因为亚哈斯呢 在他的时代呢 他是非常堕落的 他在神殿里面呢 他建筑这个祭拜 这个大马色神的这种祭坛 那他又以他自己的孩子 来当作祭物 来献祭给这个偶像 所以虽然他是犹大国的君王 但是他的信仰已经彻底的败坏 离开神了 所以在弥加他做神的先知的时候 他就已经看到 在这个社会上 有许多的不公不义 虽然西西加 他让这个宗教信仰 有一些负行 可是呢 因为神 看顾他 眷顾他 让他的国度能够和平 能够平安 但是西西加 后来忘记了神的这个恩典 他又变得骄傲 所以在 这个弥加先知 他所写的这个书信里面呢 他讲到说 他是坐在黑暗里的 那这个黑暗我们可以看 在弥加书的第七章 第七章的第一节 这边他讲到说 他处在了这个以色列人中间 他说 好像夏天的果子已经被收尽 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 没有一挂可吃的 所以这些 开得很茂盛 长得很茂盛的 这一些果实都已经被摘尽了 剩下的没有好的 那就代表说 本来是神所珍爱的葡萄园 神细心呵护的 这些葡萄 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没有好好遵守 神的吩咐 神的教训 所以他看到 以色列人呢 在这个信仰上 已经偏离神了 在灵性上 是非常的贫瘠的 就像这个 本来是美好的葡萄园里面 找不到一个好的果实可以摘 所以他看到 灵性的贫瘠 那他又看到什么呢 在第三节 请看明家书第七章第三节 他说 他们双手作恶 君王寻情面 审判官要贿赂 位分大的吐出恶言 都彼此结怜行恶 所以在灵性上堕落 离开神 当离开神之后 就是在黑暗中 那在黑暗中呢 这些人呢 他们结怜作恶 那从这个君王首领开始 他们 谋取暴力 那专门去欺压 这些弱势的 这些贫穷的人 那 弥加他也看到 这样子的形象 这样子的现象 那 那他觉得说 真的是 整个社会 也因着 这些在上位子 这样子的贪婪 那也开始 基层也开始动摇 所以我们可以 接下来看到 在第五节 这边 弥加就讲到 整个社会上的不安 他说 不要依赖 灵舍 不要信靠 密友 那灵舍 就是我们的邻居 密友 是跟我们来往密切的人 后面甚至讲到说 不要跟我们最亲爱的 这个另一半 来讲话 那我们的孩子 会藐视父母 抗拒父母 那最亲爱的人 互相背叛 互相伤爱 最后一句讲到 人的仇敌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那这句话 其实主耶稣也讲过 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 主耶稣 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 也讲到 他讲到说 他来的时候 这个地上 就是要动刀 这地上没有太平 人要彼此为敌 也就是说 这些不认识神的人 他们会彼此为敌 甚至 他们会厌恶 逼迫 相信神的人 就连这个 最亲密的人 也要彼此来对敌 那我们可以想想看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有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呢 其实是有的 我们在看每天的社会新闻 最近 最害人的新闻就是 这个孩子 杀死自己的爸爸 那我们也看到呢 其实常常很多的这个社会新闻 很多的诈欺 那大家用各样的方式 想要获取不义之财 甚至还沾沾自喜 所以这样子社会充满着不公不义的这个状况 对民家来说 是整个在黑暗里面 他努力要传讲神的道 但是呢 就像 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在这边 第一章第五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 第五节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收光 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写照 光照在黑暗里 但是在黑暗里的人不愿意接收光 所以 民家他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 他怎么样子向神发出黑暗中的呼求 求神来做他的光 我们再看回民家书的第七章 在第七章的第七节 第七章第七节 先知呢 他首先面对黑暗 他没有放弃希望 他持续向神呼求 第七节 至于我 我要仰望耶和华 要等候那救我的神 我的神必应允我 所以即使是在黑暗之中 他 对神 还是 继续不断的仰望 这个仰望就是信靠的意思 他依旧信靠神 依旧等候神 等候神来救他 那不止 弥迦先知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圣经里面的古圣徒 其实都 被许多的 磨难 被许多的逼迫 一直在锻炼着 可是在这些锻炼之中 他们没有失去对神的盼望 我们可以来看诗篇 请看诗篇的五十五篇 诗篇五十五篇 诗篇五十五篇十六节 诗篇五十五篇十六节 旧约圣经六百九十七页 这边大卫说 十六节 至于我 我要求告神 耶和华必拯救我 那五十五篇的前面第一大段 是讲 大卫 他向神呼求 因为他遭到这个仇敌的逼迫 那这些仇敌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都是他最亲密的 他信任的人 所以他曾经跟他们一起去朝拜 朝拜神 去侍奉神 但是后来这些人呢 背叛了他 逼迫他 苦害他 那面对这样身心很大的打击 大卫他怎么做呢 在前面他描述了很多他的苦况 但是进入第二大段 我们可以看到 十六节 刚刚我们所念过 他说 至于我 至于我 我要求告神 他说 虽然前面有这么多的困难 有这么多的逼迫 我的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但是我还是要求告神 我还是要把我的盼望放在神 因为神必拯救我 所以 在弥迦的这个 这个祷告里面呢 他也是仰望等候神 安静下来 求神带领他 让他能够面对这个黑暗 在黑暗里面 求神让他有力气 那约书亚呢 其实也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在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 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 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的十五节 这个是约书亚他在晚年的时候 他向以色列民所说的话 这时候神交付他的任务 他都带着以色列民完成了 就是以色列的支派 他们都得地为业 那要开始在神所赐的这个地 来开始新的生活了 那在这个时候 约书亚丁宁以色列民 要敬畏神 那在约书亚的丁宁里面呢 我们看到在二十四章的十五节 他其实非常了解百姓 他知道人心的软弱 十五节他说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 所侍奉的神呢 是你们所住这地的 亚摩利人的神呢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所以在这边 我们看到了 约书亚他坚定的信心 他知道说 人其实都很容易 随着环境来动摇 但是他下定决心 我跟我的家 必定要侍奉耶和华 这是他向神 所立定的心智 那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 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心智呢 若我们知道 神是那唯一的光 是唯一的真光 我们是不是在 面对黑暗的时候 我们仍然能够坚定 倚靠神 等候这个真光 等候这个希望的来到呢 所以弥加仙师 他就做了这样子的宣告 跟恳求 他求神 说我要仰望神 我要等候神 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在黑暗中 也许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 我们已经对2022年 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规划了 那也许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其实还是面对未来 我们是惶惶不安的 或是我们在身心上 我们仍有极大的挑战 那个黑暗 重重地压在我们身上 怎么样子都拨不走的 可是 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的 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 像弥加一样 像约书亚一样 至于我 我们必定要侍奉神 我们要向神呼求 我们要等候 等候神的救恩 等候神的光来临 那再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 弥加他继续来发出他的祈求 请看弥加书的第七章第八节 第七章第八节 这边说 我的仇敌啊 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坐我的光 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面临了许多的仇敌 这些仇敌 可能包含那些不相信他的人 包含 这些外敌 就是这些要来侵略 以色列人的这些国家 那面对的仇敌步步进逼 面对的这个 这些仇敌啊 其实他们都是因为 以色列人 背弃神 所以被神兴起 来作为神刑罚以色列的工具 那其实 先知他也知道 但是呢 他在面对仇敌的时候 他说 不要向我夸耀 他说 你们 不要在我面前 来灭我的这个 消灭我的勇气 我还是会靠着神有勇气的 那 弥加说 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 所以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弥加他也承认了他自己的软弱 他不是都说 你们这些人啊 怎么这么软弱 其实他自己 他也是一个 很软弱的神的工人 他也正在黑暗之中啊 他在 他跌倒了 爬不起来 他在黑暗中 找不到方向 好 那 但是呢 他对神有信心 他说 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坐 我的光 所以 我们要求主来做我们的光 我们除了要 仰望神 我们要在这个道理上 坚定我们的脚步 耐心等候神 之外 我们也要去思想 我们为什么会跌倒 跌倒 是因为我们的软弱 跌倒也可能是因为 我们犯错 我们没有听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跌倒的状态中起来 那我们就必须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 好 我们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经节 我们请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 路加福音第一章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 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 他是要做什么样子的工作 路加福音第一章 七十七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七节 新约圣经七十七页 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七节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长教 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印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所以光是照在黑暗里 虽然黑暗不接受光 但是神要引导看到光 愿意从黑暗里走到光明中的人 那并且要赐给他们平安 所以米加先知他知道 神是一位这样有恩慈怜悯的神 他就向神求说 我虽跌倒 我却要起来 那跌倒的人怎么起来呢 跌倒的人坐在黑暗里 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他们不认识什么是公义 什么是圣洁的 所以当我们跌倒 我们要起来 我们就要去思想 去认识神的本性是什么 我们要跟随着神的脚步去走 从黑暗中走向光明 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节 请看约翰一书 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约翰一书第一章 第一章第五节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 在新约圣经三百四十五页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 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第六节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第八节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第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要跟神相交 我们要到这个光明中 这边约翰长老讲到 我们要先认自己的罪 认罪才能够归向主 才能够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来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那才能够真的行在光明中 所以在弥加他的这个书信里面呢 他讲到说 他虽然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做我的光 他坐在黑暗里 但是呢 他要起来 所以我们要主做我们的光 不是说像世人 我们到处去寻求 到底哪里有这个 2022年第一道曙光 在哪个位置可以最先看到 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 才能够让明年我们有更多好运 我们既然已经认识主耶稣了 我们接受他的福音 我们也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其实就要常常来看我们自己 求主耶稣让他的话语 能够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自己 让我们看到我们心里面的黑暗 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想去面对 其实我们不会去察觉 就是人性会把这个最黑暗的一面 去隐藏起来 然后我也有靠着神的话语 神的圣灵来提醒 我们才能够 让我们去面对我们内心 最深处的那些黑暗面 所以坐在黑暗里面 我们不要只是坐在那边 哀哭说 我已经祷告了 我已经跟神祈求了 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坐在黑暗里 我们要起来 像弥迦说 我虽敌跌倒 却要起来 那这就让我们想到 有一个人他也这样说 我要起来 我们请看路加福音 在路加福音里面 在主耶稣所说的 这个两个儿子的比喻 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小儿子 他贪图这个世间的这些享受 跟父亲要求了 所有他应得的家产之后 就离开家 那离开家之后呢 他就把他应得的这些财产 这些家产花费殆尽 那后来他没有办法自力更生 那甚至呢 他去帮人家养猪 那但是也没有办法让他得饱猪 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这个豆莢来冲击 到他真的陷入苦境 这个身体心灵啊 都已经到最无法承受的地步的时候 我们看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 这边讲到 路加福音十五章 十五章十七节 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 新约圣经一百零五页 十七节 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十八节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 他坐在黑暗里面 忍受各样的缺乏 各样的饥渴 到没有办法的地步了 他醒悟过来 那醒悟过来呢 他想到了 他过去他所犯的这个错 那他也想到了说 只有这个唯一的方式 就是回到父亲那里去 我才能够来 解决我现在遇到的这些难题 所以 醒悟过来 他有动作 我要起来 他说我要起来 那接着呢 他就真的起来 那这个起来 其实他也想过 他说他要起来 但是他不是 不再是以儿子的身份回去 因为他知道 他犯的错 他不配 他知道 他父亲其实可以 不用原谅他的 不用欢迎他回家的 所以他说我要回去 我要以一个故宫的身份回去 那这个故宫就是 父亲如果满意我的表现 我为他工作 他满意我的表现 他留我 如果我做得不好 他随时可以把我赶走 他是以这样子的心态 来悔改 他不要再坐在黑暗里面 不要再面对自己的 生命 灵性的枯竭 那当他说我要起来 他也真的起来回家 往回家的路上 我们看到的 在接下去的 这个经节的 这个记载里面 看到说 虽然他回家 跟这个家里 相离甚远 可是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所以他即使把自己 当作一个故宫 他悔改了 他愿意最卑微的样子 回到父亲的身边 就是求父亲能够 接纳他当一个故宫 但是当他回转 这个父亲 还是愿意欢迎他 甚至紧紧地抱住他 用最热烈 最热情的 这个代客之道 就是欢迎他的孩子回来 所以在这边 我们看见了 我们要主来做我们的光 我们要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照亮我们的黑暗 我们其实真的要去回想 我们是不是能够离去黑暗 因为我们其实 有很多的软弱 我们虽然被主耶稣的保鞋 所救赎了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生活环境里面 我们听到的 我们看到的 很多人在做的这些事情 我们其实都会受到影响 我们也会感叹 为什么世界有这么多不公不义 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受到惩罚 那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动摇的 可是神要我们做的是 我们先看见自己的黑暗 当我们愿意面对我们自己的黑暗 当我们知道说 我们要紧紧抓着主 我要起来 求主帮助我起来 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离开 那个缠累我们的罪 我们请再看希伯来书 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第十章我们请看三十五节 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节 新约圣经三百二十二页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从这样的心 必得大赏赐 三十六节 你们必须忍耐 使你们行望着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这边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 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 我们不可以因为 我们周围都是黑暗 我们甚至都看不清前面的路 我们就放弃希望 我们就不愿意跟着真理 不愿意跟着真光而行 这边说不要丢弃勇敢的心 我们要继续忍耐坚持 来行神的旨意 那其实后面三十七节这边 也继续讲到说 还有一点点时候 那要来的就来 并不迟眼 主的日子 主的审判 主的公义必要来到 那当面对主要来审判 主要来施行公义的时候 我们能够坦然面对吗 所以三十八节这边说 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神 因着信 我们遵行神的真理 我们照公义而行 那当神要来 当这世界的光要来 照亮黑暗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害怕了 我们会因信得神 所以三十九节说 我们却不是退后 入沉沦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 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所以弥迦先知 他说主要做我的光 我虽然在黑暗里 但我要起来 我要勇敢站起来 面对我自己的软弱 面对我的罪 那我们再看回 那我们再看回 弥迦书的第七章 第七章 第九节 第九节 先知说 我要忍受 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的他 只等他为我辩驱 为我伸冤 他必领我到光明中 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这边先知说 我要忍受 并不是说 神的脑木是无缘故的 而是人真的有犯罪 我们真的得罪了神 所以当神要责罚 神要训斥的时候 我们要忍耐 我们要去思想 为什么神 要让我遇到 这样子的事情 神一定有他全备的旨意 我们必须去思想 那有时候我们思想 觉得还是不知道 不了解 那我们就是要耐心等候 静默等候 那我们用祈求 我们用思想 神的话语 神的作为 我们来等候 那我们也一方面 我们也努力 来让自己 能够更为 捷径 更为完全 能够得到神 最后为我们变区 为我们伸缘 所以在先知的话语里面 他说 等到神为我变区 为我伸缘后 他必领我到光明中 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所以在这边 我们看到 我们要等待神的应许 等待神的这个 公义的光发出来 那神不止 责罚 堕落的犹太 这些以色列人 这个犹大国 神也责罚 那一些 他心情来要对付 犹大国的这些国家 所以 先知 他在祷告祈求中 他其实看到了 神的公义的应许 在弥加书的第七章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十节 那时我的仇敌 就是曾对我说 耶和华 你神在那里的 他一看见这事 就被羞愧遮盖 我必亲眼见他遭报 他必被践踏 如同街上的泥土 所以 神岂是不公义的神吗 神岂是对犹大人不公义 不是的 神对犹大人公义 他也对 全世界的人公义 那犹大国曾经因为 神的愤怒 来受惩罚 但 犹大国也必看见 其他的列邦 因为 不相信神 亵渎神 而遭报 所以在 先知 他得到神的这个 末世之后 他已经看到了 原来神是公义的 神是彻彻底底的公义 他也看到 神虽然惩罚犹大 但必在栽植他们 我们在十一节里面 可以看到 十一节 以色列亚日子必到 你的墙园必重修 到那日 你的境界 必开展 所以 神虽然 拆毁 犹大的强远 虽然 圣殿 毁坏 但是 在 神惩罚的年数满了之后 神也必在 令他们归毁 所以 在先知 他在 跟神的祈求里面 我们看到 他不只是 求神 来帮助 他不只是 在神面前 来悔改 来省思自己的罪 我们也看到 最后他向神 发出了 感恩的 赞美 在 弥加书的 第七章十四节 第七章十四节 这边 是 先知的 呼求 他说 求耶和华在 加密山的树林中 用你的帐 募放你 独居的名 就是你 产业的羊群 求你容 他们在 巴山和 激烈 得食物 像古石 一样 这是 先知的 祈求 他知道说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神的惩罚 对 犹大国的 这个惩罚 要倾覆 整个国家 一定会来到 但是他求神 仁师恩典 求神仍然 纪念 他跟 以色列的 这个 他们的 祖先 所立的约 一样 他就说 求神 让他们 得到丰盛的 恩典 像古石 一样 所以这个 祈求 其实就是 我们 要进入 神的 光中 我们其实 要 渴慕 这个光 我们 要常常去 思想 在这个 光中 的恩典 神 让以色列民 得饱足 让以色列民 在 丰饶 和平的地上 能够安居 那我们也可以 数算 这一年 在 疫情 笼罩 这个 宅在家的 这一段时间 神 给了我们 多少的恩典呢 相信大家 一定是 越数越多 我们在 祷告里面 我们去 思想 神的恩典 我们会发现 说 其实 神的恩典 每天都有 而且 神的恩典 不曾减少 跟我们 初信的时候 相比 只有多 没有少 那 最重要的是 我们愿不愿意 去数算 所以先知 在他的祈求里面 他 向神 说 神啊 求你 继续来施恩 给我们 求你 能够 纪念 这个 预约 你跟我们的列祖 所立的约 你是信实的神 求你 继续来带领我们 那我们也看到 在 先知的祈求里面呢 他发出的 这个 一个很 很美好的颂赞 在十八节 十八节 他说 神啊 有何神像你 赦免罪孽 饶恕你产业之 愚民的罪过 不永远怀怒 喜爱诗 恩 神啊 有何神像你 这个 这一句话的意思 就是弥迦 这个名字的意思 有何神像你 意思就是说 除你之外 没有别的神 除你之外 没有别的拯救 这位神 他不是 跟人之间 有对价关系的 神 这位神 他是主动 去赦免人的罪孽 主动 与人 立约 主动 拣选人 来进入 他的恩典的 光明中的 所以在 祷告中 先知 他再次来赞美神 他说 神啊 你的恩典 真的是 非常的大 虽然你曾经 责罚 但是你不永远怀怒 你喜爱的是 食恩 那你也必在 怜悯我们 将我们的罪孽 踏在脚下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 以赛亚书的 38章 请看 以赛亚书 38章 17节 这一段是 西西家 他在生了重病之后 因为神的医治 他做了一个 感恩的祷告 那他说 他得到这个病 他在这个苦难 在这个黑暗中 其实我们 如果是从 第十节来看 他会讲到说 其实他还在 中年 就是他还在 生命中的大好时光 他是进入阴间的门 他生了这个病 他看不到光明 他已经在黑暗之中了 但是他说 因为神救了他 让他重新有的希望 所以在 38章的17节 这边 西西家说 看啊 我受大苦 本未使我得平安 你因爱我的灵魂 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 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 扔在你的背后 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 死亡不能送养你 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 只有活人 活人必称谢你 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 所以在这边 我们看到 西西家王 他受大苦 他说 他受这个大苦呢 原来是神 要彰显神 极大的能力跟恩典 让他看到 神 是慈爱的神 神是 能够赦免人的神 那神 是要让他的身体 跟灵魂 都能够得平安 不要再入败坏的坑 那我们 其实也是这样 当我们 要进入神的光中的时候 我们其实要 常常 数算神的恩典 怀着 感谢的心 感谢神 愿意拣选我们 来作为他的儿女 那感谢神 愿意 时常怜悯我们 我们 因为软弱 我们犯了很多错误 那在这许多的感谢中 我们 也要建立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继续跟神来坚守 这个 我们 神 他赐给我们这个约 这个福气 所以在 以赛亚书的第二章 第五节 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 第五节 以赛亚书第二章 第五节 这边讲到末后的日子 那 末后的日子 是主要来的日子 主要来审判万民的日子 那 但是呢 也是喜乐 大有希望的日子 所以第五节 这边说 雅各家 来吧 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 行走 神要审判万民 但神也要让 愿意在他的光中 行走的人 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 所以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我们既然认识了 这个生命的真光 我们就不要继续在黑暗里面 自怨自爱 我们要 努力的向神祈求 求神继续来帮助我们 能够走出黑暗 那我们也要来 心差 看到我们在这个黑暗 在这个软弱中 我们有什么不足够的 求神 以他的圣灵来带领我们 靠圣灵 得生 胜过这一些软弱 胜过这一些情欲 那我们也要继续 以不断的感谢 不断的数算恩典 我们在 神 与我们所立的这个 永生之约上 我们要更有盼望的 往前行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当明天 我们面对 2022年的 第一道阳光的时候 我们能够很有信心地说 主啊 我们已经在你的真光里面了 我们要继续往前行 一起来唱诗 我们下来的 我们下来的